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开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海云台》 电影以2004年的印尼大海啸为背景 开头就将主人公万芝和尹熙 看色简单却实有隐情的关系进行了说明 有位后边大灾难的剧情做了铺垫 《海云台》是釜山的一座海港小镇 一山傍水 是个发展观光旅游业的好城市 生活在海云台地区的人们 靠着捕鱼为生 人与人之间也披免不了吵闹 但也和慕容恰 彼此之间相亲相爱 过着平静和谐的日子 万芝和颜惜日久生情 附加千金西美和亨真之间 感爱感恨的爱情追入 暗恋颜惜却是个无业游民的搞笑东春 积极促成海云台成为旅游观光的大使 韦珍和身为海洋地质专家的前夫金博士 两人深爱对方 但又存在误会的纠结感情 以及周围其他小人物的加入 将这座城市的生活气息串接起来 浓缩成存在于每个人身边的小社会 小环境 人人之间的小情小爱 是海云台幻发生机的重要作证部分 有美好的一面 就必有丑陋的一面 海云台官员的不作为 灾难防御厅厅长固执几近 不接受专家 关于低日海啸 即将到来建议的官僚作风 证件人员只为官位和成绩 不顾百姓性命的错误指挥 以及不知悔改的冷漠 是海啸灾难发生的根本原因 不得不说 人这个看上去高级的生物 靠智慧勤劳 走到了高科技发展的现代 是多么的不义和为人称赞 然而一场灾难的来临 却将一切轻而易举的摧毁 如同末日 建筑成塌 遍地尸骨 人民流离失所 爱好声 哭泣声 贯穿了整座城市 昔日 海云台的辉煌风采 变成了一片死寂 这样观众看到的是无比的心痛 不见感慨人类的渺小 和生命的脆弱 每每看到灾难片 都会让我的心情 久久难以平复 人类的渺小与伟大 两个极端 也会被无限的放大 让人感慨万分 回想亨直 救人 类别爱人 无奈坠海的无畏 冬春面对死亡时 害怕的表情 却勇敢救出 十三人的无悔 维珍和金博士 将爱女送出死亡之路 双双相拥 接受海难 以及万直叔叔 全力救回万直的五思 不仅体现出人的伟大 也是人类 大爱精神 气节的集中体现 脱回香气 唐山大地震中 所有的房屋 在人们睡梦当中 顷刻间轰塌的场景 人们痛哭不止 家园不复存在着场面 还依稀在眼前 仅在人祸无法控制 也叫人无能为力 人在大难面前 大无畏的精神 是故事的主旨 最后 万直和戏言 在废墟中 找到红沙金 是生的希望 随着沙金飘走 整部电影 让我明白 活着就是要懂得珍惜 感恩生命每一天 坚存生的稀奇 不去违背 自然规则 但也不畏惧 自然的惩罚 无论何时 不去荒度日子 不去记小小的得失 只有活好 才最重要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 不信不散吧